比如說我們還需要什麼還需要新書登場就STAR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GRED 所以你就記一下有時候如果你忘記沒關係翻一下書裡面 應該有找到這一頁 然後就GRED 然後INFO另外一個STAR 有沒有 那怎麼去加其實非常簡單 就直接怎麼樣 切到我們剛剛的那個上面netbar這個區域裡面 優標放上去對不對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直接在什麼 在標籤裡面有個什麼 DATA什麼 ICON 有沒有看到 ICON 這個地方不是可以選 點下去就會有17個 有沒有 17個那個ICON就出來了 那這個是系統內建 就GRED MOBILE已經幫你建立好的 17個圖檔 那如果你要18個 以外的 你可以制定 自己可以畫出 你要的大小 這個好像第3章裡面有講 大小大概18乘18 然後你可以加上去 但是要寫一個CSS 他就會自動去把你那張圖放進來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後面會講 怎麼樣制定 小說圖 所以你APP上面你要什麼圖都有什麼圖 非常可以做得非常的漂亮 OK 那我們第一個新書登場用INFO 所以你又不要放在新書登場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上面 然後呢點DATA ICONINFO OK 第二個新書登場對不對 在DATA ICON 請你點什麼呢 就是 START START的話 S開頭 所以找 最下面這個 然後 認證課程 比如說我用一個內建的是GRED GRED就是表格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來怎麼樣 即時看一下 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 就這麼簡單 按鈕馬上就幫你上放上去了 哇 這 請